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跟大家带来一个 或者是分享一个 我在这个迎新年的时候 最喜欢呢就是给我的手账本进行一个装饰啦 那今天我肯定是要做一个特别的装饰 会让这个整个手账本呢 看起来更加的是有纪念性意义一点 那我这边准备的是非常多的小猩猩 还有它的胶水 还有我们这个亮片 我会把它呢都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放在我这个2016年作为最重要的一天的时候呢 是把它加到上面去 然后在这个本子的其他地方呢 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任务啊 比如说这里呢 也是我们自己给它进行一个甜色化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甜色 我觉得甜色的话呢 最好是要把它颜色相互之间 具有一些的冲击力和这个冲撞的感觉 要不然的话呢 就根本就看不出来 好了 那么我们就用这一页开始好了 因为这一页呢 是专门是给我们的迎新年的这一页 我们可以把它呢 放在这边 先用我们的胶水给它打一些底 这边是要给它打上一些的小点点 然后把我们的小星星呢 给它一颗一颗的贴上 刚好就是要贴在它这个小点点的上面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会把它贴上我们的这个亮片 亮片的话呢 会用到我们的胶水 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它撒上去 会更加方便一点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亮片呢 给它打出来 然后稍微的在它的纸上呢 给它撒一些 撒上了之后 如果是有胶水的地方 它就会慢慢的把它沾上 如果没有胶水的话呢 会直接随着我们抖动 去给它掉下来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一种 就是像这样 直接就可以做好了 这一页呢 就是我专门是留给我们的这个 新年的这个头一天 或者是每一年的12月31号 我会这样做一个非常棒的 这个银心的这么一页 会让我的日记本呢 做得更加的有趣一些 也是翻起来的手感 会更加的好一些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订阅 留言和点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